这个视频是根据美国CDC以及ABM的资料所制作的 制作日期为2020年12月15日,是目前为止最新的资料 如果将来有颠覆性的重大资料更新,我会另外制作video来讲解 大家好,我是莉莉 看到新闻说,新冠肺炎的疫苗预计最快2021年3月会送到马来西亚 然后我也看到ABM发布了不如期接种新冠疫苗的声明 就决定制作这个video 事先声明,我不是读医科的 这里的全部资料都是我阅读过可靠资料之后 把重点口语化转述给大家 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疫苗 以及不如期接种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这个video只是帮助你了解目前为止 所知道的新冠疫苗和哺乳的讯息 不可以用来取代你医生给你的医嘱 目前为止,大马已经跟辉瑞、Pfizer购买1280万剂的疫苗 后来更看到新闻说 卫生部将会增购疫苗 让60-70%的人口可以接种 然后,网上又流传很多真假不明的新闻说 疫苗接种者出现什么什么副作用 我相信大家都会感觉很矛盾 不知道当机会来了 应该还是不应该接种疫苗呢? 研制疫苗本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一般上会花时10-15年的时间 科学家需要对病毒有足够的了解 再加上经历多番的研究和观察 才能确保疫苗的安全可靠 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病毒 SARS-CoV-2是一个全新的病毒 虽然这一年来科学家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深 但是也是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确定 感恩现在的医学设备和科技 让科学家能够在那么短的期限内 研制出有效的新冠疫苗 当确认已知和潜在的益处超越已知和潜在的风险 疫苗才会被批准使用 目前所知道的新冠疫苗可能会有的副作用 是类似患上流感那样 发烧、发冷、头痛、疲劳这样子 手臂上打针的位置也可能会肿或者疼痛 这些副作用会在几天后消失 这些都是表示你身体正在建立保护的正常反应 至于网传的疫苗副作用 我就不自评了 就如我所说 我不是读医科的 我只是把我所读了的可靠资料反应出来 帮助大家明白 建议大家如果见到写疫苗副作用的文章 不要只是读表题 而是点入文章内仔细阅读 如果文章里面有更详细的参考资料的话 也建议你读一读 深入了解状况 不要单单读标题 然后就慌张了 可是把半死不活的病毒注射进身体 真的安全吗? 相信大家都知道 疫苗就是把灭活了或者弱了的病毒 注射进身体吧 然后让你体内的免疫细胞 可以轻而易举的把病毒消灭 并留下病毒的资料 下次再碰到同样的病毒 你的免疫系统就可以轻松消灭掉病毒了 有些人就会担心 可是新冠病毒杀伤力那么大 要是半死不活的新冠病毒 也比我身体的免疫细胞强 那怎么办呢? 首先 你要知道的是 即将引入大马的新冠疫苗 是由Pfizer公司和德国的BioNTech合作 所开发的BNT162B2疫苗 这是一种新的疫苗科技 MRNA疫苗 虽然说是新科技 但是也已经经历过几十年的研究了 不是这几个月才发明的 MRNA疫苗 不是用半死不活的病毒 这种疫苗里面含有导致新冠肺炎的病毒物质 那种物质可以教会我们人体的细胞制造出一种特有的无害蛋白质 叫做Spike Protein 刺吐蛋白 这个刺吐蛋白也是新冠病毒用来攻击人体细胞的管道 因为这刺吐蛋白是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识的东西 所以就会触发我们体内的免疫反应 当这些含有刺吐蛋白的细胞死后 放心,人体每一秒都会有百万个细胞死亡 我制作这个video也死了不少脑细胞 当这些细胞死后 它的尸体就会被巨石细胞吞食 获取病毒的讯息 然后B细胞也会利用讯息制作抗体 当真正的新冠病毒进入我们身体时 免疫系统就会认出新冠病毒的刺吐蛋白 你,我认得你,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 免疫细胞就会开始工作 防止真正的病毒攻击我们的细胞 保护我们不会受到感染 另一方面,已经抵达印尼 由中国科兴生物Sinovac所研发的疫苗 则是用传统的疫苗制作方式 也就是利用死了的新冠病毒残害 这是灭活了的病毒是没有杀伤力的 这个mRNA疫苗真的有效吗? 目前的资料显示 这个疫苗是有超过90%的成功效果 而且需要注射两剂 注射了第一剂 三个星期后再注射第二剂 才能得到最大的保护 至于接种疫苗后 可以免疫多久呢? 无论是染病过后的自然免疫 还是接种疫苗过后的免疫 目前都还没有人知道 从某些人的早期证据看来 即使是自然免疫 可能也不会维持很久 疫苗免疫更加是还没有数据 接种疫苗后 就不怕新冠病毒了吗? 请不要以为注射疫苗之后 你就可以立刻丢掉口罩 恢复疫情爆发前的正常生活 因为确实目前是还有很多很多位置 所以你还是需要继续戴口罩 勤劳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防止感染和传播 Covid-19才可以帮助这个疫情 快点高一段落 快点恢复去正常的生活 好,现在说到哺乳妈妈了 哺乳妈妈可以接种这个疫苗吗? 接下来说的都是翻译至ABM网站的声明 而这个声明里面所提及的疫苗 是针对Pfizer BioNTech的MRNA疫苗而写的 如果将来还有其他公司研发的MRNA类型的疫苗 这个声明里面写的也是合用 由于在他们做疫苗试验的时候 并没有把哺乳妈妈和孕妇包括在内 所以目前是没有任何哺乳期和孕妻 接种新冠疫苗的临床资料 但是美国FDA并没有阻止孕妇和孕妇妈妈接种 在注射后,疫苗是进入肌肉,你的muscle 被肌肉细胞吸收,它不会进入血流 然后也不会进入乳房组织 更加不会进入奶水里面 再说,即使它进入奶水 它最后也只不过被baby的胃液消化掉 完全是不会起这个生物反应的 如果妈咪接种疫苗 理论上是不会对baby有害 反而会有好处 因为妈咪身体对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 会把抗体和T细胞通过奶水 传给baby达到保护的作用 以上都是通过生物学的认知所得来的理论 但是实际可靠的数据 还是要等有足够哺乳妈妈接种疫苗后的临床资料 才可以确定 所以,哺乳妈妈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吗? 答案是,看个人状况 如果妈咪是可能直接 或者间接接触患者 或者感染材料的前线医护工作者 或者在护理设施 比如说老人院之类的地方工作的话 接种疫苗可以给你最好的保护 而且ABM也是强调说 不建议在你接种疫苗后停止哺乳 说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 连哺乳界出名的Dr. Jack Newman 也因为在他的Facebook发表 哺乳妈妈接种疫苗不应该会有问题 而惹来了许多争议性评论 如果妈咪你目前哺乳期 因为某些原因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的话 然后你又担心自己哺乳期到底适不适合 希望你从我这个video里面 得到疫苗相关的基本资讯 然后也再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 衡量接种疫苗和不接种疫苗的益处和风险 做出知情决策 我知道这里说了那么多 太多information 你可能一时消化不来 这你就做个summary吧 这个video只是帮助你了解 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新冠疫苗 跟哺乳的讯息 不能用来取代你医生给你的医嘱 新冠疫苗的开发过程 并没有把哺乳妈妈和孕妇列入室院群中 所以没有临床资料证明 这个疫苗对哺乳妈妈和孕妇安全没有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疫苗是哺乳期也安全接种的 许多哺乳界的专业人士都认为 不需要因为接种新冠疫苗而离乳 根据ABM的解释 MRNA疫苗是需要过关斩将才能够进入奶水的 通过肌肉进入血流 再进入乳房组织才能够进入奶水 这个疫苗在肌肉那个第一关 就已经被我们的身体肌肉细胞吸收 并被免疫细胞拖出去斩了 理论上 这个疫苗应该对哺乳期是安全的 只是没有人有100%确定的答案 就是因为没有100%确定的答案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哺乳妈妈自己的手上 根据自己的处境 衡量接种和不接种的益处和风险 最好是可以跟你的医生坐下来仔细商量 建议你跟医生商量的时候 把哺乳界提供的资料也带着给医生参考 这些资料都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找到 啊对了 记得即使在接种疫苗后 你还是需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勤劳洗手到这个疫情真正结束为止 好了今天的video到此为止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个informed decision 如果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 记得按赞还有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订阅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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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